大家好,我是飞龙,接下来我们开始今天1月13号的复盘,首先第一步呢,我们来看一下涨停板高度以及市场相关的热点主线 今天涨停板高度的情况下呢,虽然有一个进级六板的,但整体的话包括三进四的以及其他的呢,表现的并不是很好 从这个方面来看的话,随着这一个可能说造纸的有一点独立之外呢,整个市场的一个情绪呢,并不是特别的一个好 那么首先第一点呢,和大家说的目前板块的一个,今天板块的一个,可能说比较强的一个板块是什么 中字头,主要是中字头的一些大票,包括这个什么,包括这个中吃啊,包括这个中央海空,中央海发啊等 这个主要是什么,他们有一个优势什么呢,他们一个优势是位置相对来说是比较低 并且总体来说都是一些大的央企国企,在市场的地位呢也比较强 这个呢,资金可能说,在这个光伏新能源或者说白酒调整的时候,资金有做了一个什么 资金做了一个相关的一个高低切,主要是今天这个板块呢,发力比较多 可能说出力也比较多 第二个板块呢,想和大家说的是这个航运板块 那么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前面一段时间一直和大家提到的 我自己关注的,或者说一直感觉三个比较有潜力的 就是什么,三个有潜力的行业以及行业方向之一 什么,就是其中有一个就是属于航运 毕竟说重点和大家当时提的也就是601919的一个中原海空吗 这个逻辑是什么呢 航运因为整个全球可能说 中国是2020年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一个经济体 其他的表现并不是很好 这时候呢,有一个中国制造像 中国产能像全球输出的一个过程 航运前段时间包括集装箱涨价等等炒了很多 那么这一块的情况下呢,预期还是比较高的 我在前面也和大家说过 他的一个预期可能说等到 接下来全球经济的一个复苏更加加强航运的一个发展 目前短期的情况下呢 没看到太可能说看到一个到头的概率呢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低一些的 那么主要的呢,航运里面的龙头就是什么 就是中央海空,原来的07年上市的原来的名字叫这个中央运阳 后来与中海集团合并呢 就是改成了这个中央海空 这个什么,航运板块也是 前面一直和大家提示的一个板块吧 然后的话,不罗地亚只说在昨天涨了 只说啊,BDI只说大概是涨了百分之九点九点八十九点五啊 然后的话一月份其实到现在才十三天 整个不罗地亚只说大概是涨了百分之二五以上 这个是前面一直和大家提示的一个板块 这里也给说一下 另外是什么呢 另外其他的一些板块呢 可能相对来说都是无论是军工啊 军工昨天主线之一 今天也没有走出来也不强 然后的话其他的都是一些什么 包括这个高端装备啊 包括这个风电啊 包括这个其他的呢 没有呈现大的一个板块 现在的情况下呢 有点类似于这个青黄不接 高位的像那种光伏新能源这个白酒 他们进行一个调整之后呢 低位的呢 高低切这个方向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低位的好像没有能承接得了高位的这么 有这么大号召力承接得了这么大的一个资金方向的一个板块 所以说整体有点 有点什么呢 有点有点乱 有点杂 就没有那么强的这种感觉 第二个我们来看一下涨停相关数据 涨停相关数据 今天涨停数据呢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差的 然后的话涨停板加速少了很多 相当于昨天基本上接近减半了 并且榨板率的50% 相对来说还比较高 这个主要是什么 这个主要是后遗症 什么样的一个后遗症呢 大涨次日过后 大涨次日的后遗症 昨天涨的太多了 然后今天可能说要调整 然后资金承接不了 直接调整完过后呢 就是杀跌 然后榨板率呢 也比较高 尤其是杀尾盘的时候 最后我们来说一下 这个指数的一个走势吧 指数走势 我个人的观点是这样的 目前呢 还是在走相关的一个什么 在走相关的一个趋势 包括这个位置的一个调整 包括今天 今天的这个调整 是一个放量的调整啊 很明显也很好解释 昨天涨了这么多 只说涨了两个多点 2.25对不对 今天下跌调整了0.27 算个啥事啊 不很正常的一件是吗 所以说指数目前来看的情况下呢 并没有看到 或者说很危险 或者说风险很强的这种信号 另外一点是什么呢 另外一点是A股 目前正在走的一个套路 是机构化港媒股的这种套路 港媒股化套路 比如说过去的十年 过去的一段时间内 像纳斯达克指数啊 别准普尔指数啊 道琼斯指数啊 他走的是一个指数的强 那么指数的强 这一块更什么 个股未必强 然后的话指数的强是一个预期 可以给大家看一个点 比如说我一直关注的这个 股指期货的 这是股指期货的一个 大家可以看到 护身300的一个股指期货 大家可以看到 整体的一个走势呢 它的走势比 它的走势比指数的走势还强的 比这个商政主要的走势还强的 为什么 因为它主要是靠着一个 本身与股指期货联系在一起 本身也是护身300里面比较一些核心的商务公司 所以说指数走强 还是预期还是比较大的 不可能是因为今天一天的一个调整呢 可能说就什么 就OK了 那么重要的一点还是什么 还是围绕着今年的市场 尤其是从一月份展开的一个市场来看 还是围绕着一些行业的龙头 资金可能说前面是当抱团高位的一个 光伏新能源或者白酒的一个龙头 现在呢 现在有抱团低位的 像这个中字图的相关的一些行业龙头来进行展开 但是他们不同的点是高位低位 对不对 相同的点呢 他们还是选择一些行业内龙头一些优质的票 进行一个相关的一个操作 另外随着这个目前 包括去年公布基金募集三万亿 包括今年很多基金的一个发行 现在有个信号是什么 个人投资者的资金 之前个人的投资资金呢 就是自己炒股呗 自己自己炒股 个人者个人投资者资金直接进入股市 现在呢 个人投资者的资金通过什么 通过基金 各种机构的一个基金再进入什么 再进入相关的一个股市 而机构的一个风格呢 机构的一个风格可能说 针对一些行业龙头 针对一些大票来操作 所以目前整体来看的话 无论是指数 无论是行业龙头这块呢 应该都是大方向的一个问题 好 以上是今天的一个方案 感谢大家收听众看 我们下次再见